美国农场养驴防狼 驴真是狼的克星吗? 它们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你一定不敢相信 作为肉食动物的野狼竟然会被看上去温和无害的驴轻松击败 虽然听上去不可思议 但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那么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它们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武器吗? 吉特尔森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农场主 然而它的农场却总是遭到野狼的骚扰 就算它养了几只牧羊犬 也无济于事 再加上野狼在美国地区属于保护动物 如果擅自伤害它们 那么将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这让吉特尔森十分发愁 只能在农场周围设置了电网 试图劝退野狼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 野狼又找到了突破口 又开始不断地骚扰家畜 让人十分无奈 然而当吉特尔森的朋友得知这个事情后 却劝他养几头驴来看家护院 说不定可以将野狼赶走 吉特尔森心中十分疑惑 驴怎么可能打得过野狼呢? 只是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吉特尔森还是买来了几头驴 养在了自家的农场中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几头驴还真给了他不一样的惊喜 在一天晚上 吉特尔森听到屋外的动静 连忙赶出去查看情况 却看到野狼正在被驴按在地下梯 最终落荒而逃 没想到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驴 另有这样强大的能力 吉特尔森从此改变了对驴的看法 美国农场养驴防狼 驴真是狼的克星吗? 它们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虽然有了真实的例子 能够证明养驴防狼这句话的真实性 但是要想知道 它们之间谁的实力更胜一筹 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自然界中 驴主要分为家驴和野驴 能够将狼下退的 正是生活在野外的野驴 野驴与家驴不同 它们的生存条件一般都比较艰苦 所以野驴的身体素质要比家驴好得多 它们往往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在生存下来的同时 还需要抵御天敌的侵扰 这样一来就大大加强了它们的防御能力 并且野驴的体型更加魁梧 相较于野狼来说 野驴也能够更胜一筹 从这一点来看 驴完全可以将野狼碾压 除此之外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驴的脾气非常暴躁 虽然大多数时候 它们都没有什么杀伤力 一旦被惹脑 就会将对手打得屁滚尿流 并且它们的体型本身就比较大 虽然没有强大的咬合力 但是却有着十分强劲的腿部力量 面对提醒较小的动物时 一脚下去就能够让它们落荒而逃 更重要的 野驴的警惕性非常强 尤其是对狼和狐狸等犬和动物 有着一种莫名的仇视 一旦发现了它们的身影 就会变得十分暴躁 这样一来就能够对主人起到提醒的作用 并且野驴的视觉和听觉都十分灵敏 它们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 发现外来人员的入侵 所以用来看家护院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可是野狼属于群居动物 在这种情况下野驴还有优势吗 虽然野狼大多为群居动物 但是一般情况下狼群中野狼的数量并不会很多 再加上驴同样也是群居动物 并且数量要远远多于狼群 即使是多只狼一起攻击野驴 也不一定能够占到优势 再加上狼群通常喜欢从背后追赶猎物 然而它们却忽略了野驴强劲的腿部力量 只要被野驴踢上一脚 就会丧失一大半的攻击性 更重要的是 虽然野驴的战斗力能够成功劝退狼群 但是在狼的数量大于野驴时 它们依旧有可能沦为狼群的盘中参 2021年的时候 青海三江公园中就发生过野狼围攻藏驴的事件 结果可想而知 藏驴不幸被杀害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狼都会害怕野驴 而是它们在面对猎物的时候 通常都会选择更有把握的进行捕杀 从而降低它们在战斗中受伤的风险 因此我们还是要从实际出发 不要盲目地吹嘘野驴的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 野驴虽然能够对狼群造成一定的震慑力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的实力在肉食动物之上 只有在面对体型比较小的动物时 它们才有优势 然而在老虎狮子等大型肉食动物面前 野驴依旧没有反抗能力 虽然野驴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罕见 但是它们却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人们的保护下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